19号上午在台东圣母医院举办的岁末感恩茶会 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署长黄三桂也应邀特地前来台东参与年终感恩茶会 黄书章表示 华东地区的医疗不如西部及北部资源丰富 但是健保医疗制度来年将会特别照顾东部民众 政府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都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措施 第一个在首先从这个医疗提供者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政府有相当投注在相当多的经费 特别是重症急重症 我们用从各大医学中心派医师来长期定期的支援 首先解决了急重症的问题 第二个对于这个弱势团体的保费的补助 我们不但延续往年的 我们现在还更把东部地区原乡的这个顾问负担 减少了20% 这是新的新的一年里头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台东基督教医院院长吕信雄 对于政府照顾偏乡民众的医疗也非常感谢 当天查会上健保局盼望社会各界能够继续给予健保关心 以提供全民更好的医疗照顾 东台新闻刘玉清台东圣母医院的采访报道